Hello 大家好 我是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魔女南希 星河謀殺案》這部電影 單親高中生 智商1800的女主角南希 是鄉下一個小鎮村裡鼎鼎有名的偵探 年紀輕輕就已經爭破幾百起案件 不過女主角的律師老爸不喜歡他做這種危險的事 希望他好好當個學生和朋友去瘋狂玩樂 茅天 老爸因為工作的關係 就帶著女主角搬到大城市一間過世大明星的家去 啊 實際上這間房子是女主角挑的 因為當年這個大明星啊 紅透全世界時竟突然消失不見 直到半年後她又突然出現 可是沒幾天後卻死在自家的游泳池裡 而這起事件也成為神秘懸案 直到現在都還沒破解 警方則是以自殺結案 還有傳言說大明星因魂不散在屋底作祟 所以女主角才故意租這裡想偷偷調查一下 總之她就跟著老爸開始了在大城市裡的短暫新生活 並認識了負責整理房子 給人一種詭異氣氛的圓丁來心 玩上時 奇怪的事情就接二連三的發生了 像是女主角老是聽到怪聲 房間裡的行李還不翼而飛 或是老舊的閣樓一直傳來人走路的聲響 但衝上去查看後什麼都沒發現 不相信鬼神之說的女主角 便推測是有小偷潛入 只是不知道從哪來的就是了 無奈之下她只好回房間 看大明星留下的書籍 這時她就看到書裡竟然有封大明星寫的信 內容是 Z 很抱歉我得離開 我知道你一直在找我 只是上周發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無法再做以前的大明星 我已經重新寫了遺囑 要把遺產留給別人了 女主角看完後就一邊思考 這個Z到底是誰 一邊繼續研究大明星的所有相關資料 像是電影新聞 海報台詞等等 甚至跑到電影放映室 光看大明星死前拍攝的電影 看著看著女主角就注意到 大明星消失前的作品 通通都只拍到上半身 雖然依照新聞報導內容 大明星應該是未婚也沒有戀人才對 但種種跡象顯示 她很有可能是懷孕了 接著女主角根據各種線索 找到了大明星消失時躲藏的地點 是一間度假村 並在附近的醫院打聽到 當時有位新生兒不重要被人領養 所以女主角偷偷記下不重要的資料 在咻咻咻的跑來找她 說她極有可能是大明星的女兒 有機會得到一堆遺產 還說會替她調查清楚的 跑去找幫大明星處理遺產的大律師 問些相關問題 只是對方很忙 沒空理她就走了 回家後 女主角就依照這幾天的調查 推測出遺住 應該是藏在一個中國式龍盒子裡 於是她跑去問來心龍盒子在哪 才知道這個盒子 一段時間前被一個收藏家買走了 這時女主角開門想離開 卻看見自己的青梅竹馬男主角出現在這 一問才知道是老爸怕她無聊 想給她驚喜才找來的 讓她高興的在內心一個撒花轉圈圈 之後女主角就帶著男主角 到收藏家的古董店裡 跟對方借看一下龍盒子 只是打開來卻空無遺物 他們只好信信然離去 沒想到的是 女主角一走回車旁 就看見車內竟然有顆定石炸彈 不過她不慌不怕 急忙拿起炸彈 衝到一旁的下水道丟進去 順利化解這個危機 同時她也明白 大明星一定是被人殺害 才會有人來阻止她破案 然後女主角回家想了想 之前東西被偷 閣樓有聲響 一定是殺大明星的兇手 扮鬼闖進來嚇人的 也就是說 房子裡一定有密道 那經過調查後 事情也如她所想 房子內部 果真有一堆四通八達 還可以跑到鄰居老奶奶家裡 洗衣房去的密道 隔天 女主角在看大明星演的電影 想找線索時 就看到有部電影裡 有教你怎麼打開龍盒子的暗格 所以她馬上衝去找收藏家 再借開一次龍盒子 並依照電影的教學 成功打開暗格找到遺住 內容是大明星要把遺產 全部讓女兒繼承 不過當她一離開古董店 就突然有幾個壯漢出現 用迷藥弄暈綁架她 等她在醒來時 就發現自己在一個破舊的小房間裡 透過窗戶往外看 就看見剛才那幾個大漢 跟被放在桌上的遺囑 於是她靈危不亂的 偷偷爬窗出去 靠著建築木板緩慢前進 再用自己發明的小吊溝 順利拿回遺囑 可是此時 她的行蹤被對方發現 雙方便展開激烈追逐 直到女主角逃回車上 開車逃跑時 意外擦撞路邊停下引來警察 對方才不敢再追 事後女主角被送到警局 老爸就帶著她的新老闆 大律師 一起來關心她 大律師還仍很好的 願意送她們回家 一路上 女主角說出大明星遺囑的事情 老爸則說大律師 不只幫大明星處理遺產 還是她的經紀人 甚至用她的遺產開了法律事務所 同時 女主角看到大律師正在簽文件 寫了個大大的Z 她就馬上想通 這個大律師Z 一定就是殺害大明星的兇手 因此她立刻跳車逃跑 一路先逃回老奶奶家 拜託她幫忙打電話報警 然後再從密道繼續逃回家去 只是逃沒兩步 大律師就搶先一步跳出來抓住她 並露出真面目的 逼迫她交出遺囑 女主角並問大律師 為何殺死大明星 她則說 因為大明星把小孩送養後 就變得瘋瘋癲癲 還想解雇我 和那個來心私奔 我花了20年把她變成大明星欸 她卻要把所有錢送給一個臭嬰兒 我才生氣氣的殺死她 而且要是她的遺囑被公佈 我的律師事務所就不保了 所以你快交出遺囑去死吧 女主角聽完後 就趁機用一招無音角 踢大律師的小雞雞 然後繼續逃跑躲回房間裡 但大律師也緊追不捨 待人追來困住她 好險這時 感應到不對勁而來心 也從密道跳出來 啪啪啪的打趴大律師 還搶走她的槍 逼退其他人 成功化解危機 女主角也拿出她暗藏起來 錄下大律師自白的錄音機 也就是說這起懸案 也被她破解嚕 最後 警方終於趕到逮捕大律師 事情順利告一段落 而不重要 也在DNA檢驗後 確認是大明星的女兒 並和身父來心相認 順利繼承遺產 一家大團圓 至於女主角嘛 因為父親工作結束了 就又搬回小鎮村 還好沒什麼戲份的男主角 情不自禁的相吻一下 電影就演完嚕 看完後我就在想 其實肥宅小時候也想當個偵探 或是行警法醫什麼的 感覺很精彩刺激 那你小時候的夢想是什麼呢?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詞意 請問一下 疏応 許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強仇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